哈喽 欢迎回到区块链日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那些年让我资产归零的 比特币跟爱达币投资决定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们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那今天的节目内容 这个比较特殊一点 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个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 我做的一些 关于比特币跟爱达币的投资决定 那这些投资决定 曾经我在分享给大家的时候 很多人在影片下方留言 都说这些是一个亏钱 甚至是归零的决定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归零的决定 过了短短的一年之后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吧 一开始先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爱达币 那爱达币身为 这个频道开创初衷之一 就是要分享Cardano跟爱达币 让更多人知道 但是同时呢 这个又是非常非常 遭受质疑的一个决定 就是在过去的一年半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人 每次我发这个Cardano 爱达币的影片的时候 他们就会在下面说 为什么Derek你要拖垃圾 为什么Derek你要推垃圾给大家 这个Cardano最后会归零 ADA最后会归零等等 那我今天带大家看呢 就是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多里面 我自己的一些ADA DCA的记录 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从2022年的8月开始 到现在这个2023年的年底 将近要一年 四个月的时间 在ADA上面的DCA 是没有间断过的 可以看到8月9月10月11月 这都是2022年的记录 那旁边这个购买金额 也都在上面 那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半里面 我在ADA上面DCA的总金额 是4万5千块 那这4万块美金的这个平均的购入价钱 大概会落在这个30C附近 所以现在呢 基本上也是已经翻倍了 那如果过去的一年半以来 你跟我一样是看了我的Cardano介绍影片 开始进到ADA的世界里面 DCA在ADA上面的话呢 到现在呢 你的投资报酬率应该也是会在这个100% 就是翻倍左右 但是如果当初你看我的影片认为说 这个是一个归零的项目 认为这个是一个鬼链 Cardano是一个没有前景的项目的话呢 那到现在呢 可能你就是两手空空的 接下来我要带大家看的影片 是2022年的6月28号拍的 那那时候呢 我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我把我的保时捷卖掉啊 然后卖掉换成比特币哦 那当时我上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下方的留言啊 简直是不堪入耳哦 当时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留言呢 是有一个留言说啊 这个你连车子都很卖 那你的老婆跟小孩要不要卖呢 那说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over the line 就是完全就是跨过那条线 就是有点太过分了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网路的世界里面 很多人躲在荧幕后面 这个当键盘侠 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一年多前的决定 到现在到底是不是 跟这些笑我的人看到一样的结果 那这台保时捷呢 我买的时候呢 当时比特币是一颗五万五千多块啊 那我是用了1.3几颗比特币买 那最后卖掉的时候呢 当时比特币是在4万以下吧 就是3万到4万那个区间 后来卖掉买的比特币呢 一共是买了大概2.48颗 2.5颗左右 所以如果你要以比特币计算的话呢 这个买的时候是花1.3几颗 卖的时候得到了这个2.5颗 就等于是我们多得到一颗比特币嘛 但是当时呢 因为这个比特币3万以后 又继续往下跌到2万 跌到1万多嘛 所以这个决定呢 曾经是在这个亏损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要以现阶段来评估这件事情的话 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决定 因为2.5颗的比特币呢 大概等于10万美金左右 但是现在这台车呢 大概只值6万多块 而且这个大牛市都还没开始 那这个2.5颗的比特币 到最后会变成多少钱 都是很难说的 但是同时呢 车是一个这个贬值资产 所以车子如果留在手上的话呢 只是会持续损失它的价值而已 所以有可能等到比特币一颗10万块 可能2024年2025年 比特币10万块一颗的时候呢 这个决定就变成一个25万的决定 而如果我选择留车子的话呢 到时候可能就只剩下5万美金 那就是一个5万美金 跟25万美金的差别 然后接下来再带大家看第三个影片 就是当时我不只是把我的保时捷卖掉 我把我自己daily 就把我上班的通勤车 这个NX200也卖掉了 那这个NX200呢 是更加夸张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这个二手车是处于高点嘛 所以这台车呢 虽然开了十几万麦 但是我卖掉它的时候呢 我实际拿到手上的钱呢 其实是24000美金 现在这台车呢 在短短一年以后 因为二手车市场也已经崩了嘛 所以现在这台车呢 它的这个价值啊 大概会落在1万1到1万之间 就是1万出头左右啦 当时是卖了2万4嘛 那这2万4的金额呢 我是用来DCA超低比特币 那这个平均的购入价钱 是1万8千多一点点哦 所以一共是得到 这个1.3几颗的比特币啊 那这1.3几颗的比特币呢 到现在就已经是6万多块的事情哦 但是这台车呢 如果我当时选择持有它 到现在只剩下1万到1万一哦 所以就是1万跟1万一 跟6万之间的区别哦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 这个牛市都还没开始哦 之后如果比特币 在下一波牛市涨到10万一颗的话呢 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 1万跟13万的区别哦 所以在优质资产低位的时候 然后暴跌的时候 大家非常非常恐慌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拥有一个冷静的头脑 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哦 那当时我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呢 短期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波动 那也有很多看我的观众朋友呢 在下面留言酸我啊笑我啊 说这个啊你卖车买不回来啊等等的哦 但现在过了短短一年之后呢 再回来看这件事情 所有以上的决定不管是DCA 爱达比或者是卖保时捷 或者是卖我的Lexus 全部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投资决定哦 然后最近这个频道的这个观看人数的水准 这是参差不起啊 因为现在比特币跟加密货币的市场 又热起来了嘛 所以相对的又吸引到很多新进到市场里面的 一些新的投资者啊 那在下面就有一些很无知的留言哦 那包含了昨天一个留言 我看到真的觉得挺好笑的 他说这个Derek啊 你前天拍片说这个会暴跌30% 昨天拍片说会涨到5万 那我在这边要陈述的东西呢 就是在投资市场里面 本来就是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嘛 这个投资市场绝对不会是一路往上涨的 也不会是一路往下跌的 一定都是有涨有跌有横盘对吧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用正确的心态跟正确的策略 对于有可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做足准备哦 那有些留言就把我跟这些短线交易频道这个放在一起啊 那这个逻辑上其实就有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哦 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做短线的人 我们也不是一个短线的频道 那在短线的频道呢 他会推你交易所连接 然后第二呢 他会开会员频道 那这两件事情呢 都是涉及跟利益跟钱有关系的嘛 就是他要装的好像自己是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交易者 你才会透过他的交易所连接 然后给他钱赚嘛 那第二个就是你才会加入他的会员去付他钱嘛 那在这边我有推过任何交易所连接吗 好像没有哦 那我有开过会员频道吗 好像也没有哦 所以在逻辑上呢 就是完全行不通的一件事情哦 那我相信讲到这里 很多酸民可能会说 哦Derek可是你出衣服的牌子割大家韭菜啊 那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做衣服牌子 我自己的机会成本是什么 就是不管是这个 我回去台湾花我的时间去找厂商去 这个开料去开板等等 那我每一次回台湾 我们就说一个礼拜好了 那我这边的机会成本 绝对都是五位数美金以上 就是我离开这段时间 我损失的东西绝对都是五位数美金以上 那更不用说我后来还回台湾办这个开卖会等等的 这个花的时间是更长 那我在生意这边的机会成本呢 就等于损失是更大 然后同时呢 当时办开卖会的开销呢 大概是十万台币左右 那再包含了我的机票 然后包含了离开美国 远远超过五位数的机会成本 那大家看起来这件事情是一个 很好投资报酬率的事情吗 当然不是哦 至于做衣服的原因呢 一开始也是因为这个很多人想要捐钱给我 但是我不希望这个你们捐的钱一半都进到Google的口袋 所以自己做一个品牌 在你捐钱的同时还可以得到衣服 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开启的哦 那当然衣服同时也会解决很多想要穿这个 跟加密货币相关设计衣服一样的这些人的一些问题啊 然后第二点呢 这个办拍卖会虽然看起来很蠢 应该直接开一个预购 让大家线上买就好了 但是当天带给我的这个经验呢 这个是无价的 就是当天有很多香港来的观众朋友啊 台南来的观众朋友啊 高雄来的观众朋友啊 虽然说当天的见面只是短短的几分钟 但是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呢 是没有办法用任何金钱去衡量的哦 就是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无价的东西 然后也再次感谢这些当天愿意花时间 这个这么远跑来开卖会现场 跟我见个面拍个照的这群观众朋友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哦 OK那我们开始看讯文吧 第一个讯文要跟大家聊的是 比特币现货的ETF即将发行的同时呢 在48个小时内呢就会相继的有三个 这个加密货币比特币现货ETF的相关广告上线 那昨天已经跟大家聊到一个了 那今天又有另外一个是 由这个hashtags推行的这个加密货币广告 然后我们往下看这个Bitwise 还有发第二支的这个比特币现货ETF的广告 也是一样的演员 然后讲的东西是说这个Satoshi sent his regards 就是用这个Game of Thrones很有名的一句话 然后不只是这几支比特币现货ETF的广告 之前Coinbase也有拍一支非常非常好的广告 但那支广告稍微长一点 大概一分多钟 我会把那个广告的连结放在今天影片的下方 大家可以去看哦 那一支广告我也认为是拍得非常非常好的 那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人从出生到他开始工作 到退休呢 其实他都是被这个社会的很多这个规范给约束住啊 我觉得拍的是真的是蛮接近现实的哦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一两分钟的时间的话呢 欢迎可以去下面连结看一下 但是总之呢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在2024、25年的这个大牛市之前呢 这个所有的加密货币相关的大公司呢 都已经在布局这一块了 那如果在带动这个比特币的风涨 如果今天可以回到前高甚至是突破前高的话呢 我相信这个FOMO情绪会蔓延到所有的人身上 包含一些根本没有投资的人身上 所以对于2025年的这个比特币大牛市呢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哦 那我也很期待这个比特币最终到底可以涨到多高的位置哦 下一个新闻我跟大家聊的是比特币现货ETF 大家都在说它的好消息 大家都在说它的这个好事 那今天呢就有一个分析是表示说呢 这个有两个非常非常大 关于比特币现货ETF的风险呢 是没有人提及到的哦 那我们就往下看这些风险是什么吧 那拥有这个想法的人呢 是Coinbase Head of Institution Research 他的名字叫David Dunn 那他表示说呢 You will need to buy Bitcoin from certain regulated places What if demand is so great that these guys are unable to acquire the Bitcoin they need 据说呢 今天现货比特币ETF一旦上限之后呢 假如说这个需求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那这些现货比特币ETF的公司呢 他只能这个透过一些有受监管的地方去购买比特币 那其中当然就包含了这个Coinbase啊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现货比特币的ETF 就是你要拥有多少比特币 才可以发行相对等值的这个股票对吧 那如果今天这个需求非常非常大的情况下 然后这些比特币现货ETF的这些公司 没办法购买到等值的比特币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哦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这只会造成价钱的挤压而已 那对于这个能不能买到比特币呢 我认为这还是买得到的 但是大家必须知道就是当这个supply是有限制的 然后这个demand是一直在增加的同时呢 唯一能动的东西就是价钱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比特币现货ETF 很有可能会对比特币造成这个价钱的挤压 原因就在这边哦 就是到时候如果这个需求很大的话呢 然后这些比特币现货ETF的公司 他们就需要购买更多的比特币 那他们购买比特币只能透过这个Coinbase 那很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价钱的这个挤压 然后导致一波爆拉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在institution就是这些机构里面呢 非常非常这个有名跟这个盛行的一个策略 叫做basis trading 那什么叫basis trading呢 就是说在这个一个产品的现货跟期货之间的差价呢 他们去在中间这个套利哦 他认为这个比特币现货ETF一旦推出出来 然后这个需求很大的时候呢 他跟这个期货的合约的价钱呢 一定会产生很大的discrepancy 就很大的这个出入啊 那他认为说最多可能会差到20% 那这个机构可能就会透过basis trading的方式呢 去套利这20%哦 那因此对这个市场会造成更大的波动啊 那这两项呢 的确是比较少人提到两个可能的风险哦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比特币现货ETF的 可能拥有的这两个风险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哦 下一个圈要跟大家聊的是木头姐的ARK基金呢 他在12月呢就贩卖出将近2亿等值的coinbase股票 那我们也知道他们同时贩卖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GBTC的股票啊 那大家都在说他是疯狂的在套利疯狂的在抛售啊 但是这个木头姐的ARK基金呢 他其实是里面是有个policy的哦 据说呢他内部持有的这些公司呢 没有一支股票是可以超过10%的holding 就是不能超过这个ETF持股的一成哦 那在最近几个月coinbase跟GBTC暴涨的同时呢 相对这个ARK基金的这个coinbase跟GBTC持仓呢 都已经远远超过10%了 那所以他们才会开始变卖GBTC跟coinbase的股票 想要把这两项投资标的这个持仓呢 压到10%附近哦 但现在还是落在11跟12个percent吧 所以我相信这个ARK基金呢会在接下来几个月持续的这个EDCA出货的方式呢 去贩售更多的GBTC还有coinbase的股票 但是今天这个消息流出来呢就不像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是他们是在高位套利啊 那虽然说高位套利也是非常非常正常一件事情 但今天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呢这个ARK基金他们是有一些policy的就有一些规定啊 所以他们只是为了把这个coinbase跟GBTC的持仓压在10个percent里面 所以才开始分批套利的哦 下一个星期要跟大家聊的是以太坊下一个升级Dencon 将会在2024年1月进行这个testnet就是测试网的测试 然后有可能会在2月呢就正式的进到主链上面哦 那关于这个Dencon升级呢主要是会注重于这个Protodark Sharding的这个部分啊 我在我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哦 以太坊下一个这个很重要的里程呢就是要把sharding做好啊 那sharding分片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久的哦 就是我认为sharding要完全进到完全体应该至少需要3到5年的时间哦 那这个Protodank Sharding呢只是sharding的第一个部分 那透过sharding分片呢就可以让以太坊的这个区块链呢 可以处理更多的这个交易量然后可以把气费降得更低哦 这个Dencon升级呢原本是预估会发生在2023年的第四个季度啊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delay也就是小小的延迟啊 但是任何这种项目方的升级呢延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哦 那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看这个Dencon的upgrade 有没有办法在这个Q1的2024年正式上线 那上线之后呢它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值得关注的事情 因为毕竟以太坊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生态哦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这个二三十万吨的船吧 那它在开的时候呢你不管是要转向或者是要改变任何东西呢 其实都会比较困难一些哦 所以我自己本身对以太坊的sharding呢是没有这么有信心 我认为真的要把sharding做好呢应该是会花好几年的时间哦 但是这并不会阻止我投资在以太币上面哦 因为毕竟以太币是山寨币之王 我也认为以太币是应该存在在任何一个加密货币的投资组合当中哦 今天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以太币未来分片技术的这个发展 你对这件事情有信心吗 还是你跟我一样对于以太坊的分片技术是有很大的疑虑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哦 今天最后的信号要跟大家聊的是Bitcoin Miner 就是挖比特币的公司Core Scientific呢 它将会在2024年的1月脱离这个破产保护哦 那我们都知道Core Scientific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他们是file了Chapter 11 Bankruptcy 就是Chapter 11的这个破产保护啊 那在短短几个月之后呢 他们已经这个讨论好重组了一些计划啊 那最终讨论出来这个结果呢 是他们Core Scientific这家公司呢 会在2024年1月再次上市上规在NASDA上面哦 那其中有调整一些这个股数 跟这个资产的这个比例等等的细节哦 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呢 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一个受破产保护的公司 可以再短短几个月后 又这个重新上市呢 那重新上市的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比特币价钱涨了 因此导致他们公司资产估值涨了 所以才有办法重新复活再次上线呢 但是这个就是传统华尔街 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恶心 跟这个不透明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这些大公司呢 他们可以透过背后一些这个 会计的数据的改变跟这个调整呢 让这个公司可以继续在上市上柜的这个 public市场呢 去吸引投资者的资金哦 那这件事情在我看来呢 是非常非常恶心的啊 就是SEC可以同意这个 任何一家上市上柜的公司 进入破产保护 破产保护之后呢 因为这个资产暴涨 或他内部一些会计的这些调整 然后这个公司就可以重新的上市上柜 在这个NASDA上继续遭到交易 然后继续吸收这个投资者的钱 我真的觉得是挺恶心啊 然后同时呢 却不让比特币的现货ETF通过 说这些东西是充满这个危险的 那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挺好笑的啊 这就像这个传统的金融产业 传统的银行 再跟你说加密货币不好一样 这就像这个传统的hotel 就是传统的这些酒店体系 然后再告诉你说这个Airbnb不好 不要用Airbnb 那又是说这个传统的计程车体系 再叫你说这个不要用Uber Uber是垃圾 是一样的这个概念哦 那我们身为散户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呢 就是使用我们的行动 去证明我们的选择哦 就今天如果我们觉得 计程车很垃圾 服务很烂 那我们想要用Uber的话呢 我们就一直使用Uber的服务 那计程车的这个产业 就会逐渐的被淘汰掉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hotel 就是旅馆行业 非常非常的学 一个晚上要上万台币 要这个三五百美金 那你想要走Airbnb的体系的话呢 你就从现在开始 这个旅游的时候 都订Airbnb 那今天如果你不喜欢 传统的金融体系 不喜欢传统的银行体系 那我们就把我们钱 全部投资在比特币上面 那这些就是我们身为散户 可以做的事情哦 那今天宣传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啦 祝大家拥有个愉快的周末跟圣诞节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